您注意看这位人物 他是台北地监署的检察官 叫做林冠佑 他被私改会取名 叫做愤怒鸟检察官 因为光是一年之内 他对于庭上的被告 恶言相向出言不讯 至少有六次的机会 面对这样的状况 今天监察院也通过 对他个人的弹劾 侦察庭上告诉人的朋友 腿开门要走进来 却遭到台北地监署检察官 林冠佑痛骂 你太夸张了 你给我过来 你打开我的门 就自己给我走进来 你是shopping是不是 你逛中雷庆啊 有错在先 女子赶紧离开侦察庭 但检察官情绪一来 大发雷霆 怒骂告诉人 没想到开个庭 最凶的竟然是检察官 根据检评会调查 林冠佑一年内在庭讯上 恶言相向的次数 起码有六次 一次比一次还要严重 此改会还称她 是愤怒鸟检察官 话说到一半就被打断 被告当场杀住 但接下来林冠佑讲的话 让她更不敢置信 连原告斗北吓到 邓大严金不敢多说 只能点点头 林冠佑在庭上 失控的情绪 让她遭到检察院弹劾 检察官不是只能要求别人 要遵守法令 她自己也应该遵守法令 现在监察院要将她 送往职务法庭处理 让林冠佑别再乱发脾气 学习控制怒气 借程莲子杰台北报道